赵总请结案 感谢你们来松手 因最后一程 对不起啊 赵总 你不用自责了 警方已经结案了 事如意又冲到了马路中间 那辆车辆也没什么责任 是这一事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让孩子 经过恢复平静的生活 有什么需要的 你说话 谢谢 谢谢 哎呀 看着文昊这孩子真可怜 我应该想不明白啊 程如荫他们家 要什么没有啊 怎么会这么想不开呢 而且 还是在孩子演出的时候 这多蹊跷啊 他出事之前那个电话 知道是谁打的了吗 张军跟我说 就是一家公司的电话 之前跟如荫也没有交集 你估计是打错 张军 你跟如荫不是很熟吗 其实联系也很少了 这几年他变化特别大 我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 你曾经出事的时候 我去找过他 他肯定在家的 可他就是不想见我 特别奇怪 会不会是抑郁症啊 应该不至于吧 我看着他还是很正常的 不像是有什么抑郁症啊 什么 哎 我跟你说啊 我以前有个摄影师朋友 平时聚会啊 最喜欢想笑话和搞气氛 实际上有一个 突然扔下一封遗书跳楼就走了 我也很纳闷啊 后来才知道 他就是得了抑郁症 他跟抑郁症抗争了十几年 那遗书里边就说 我真的很想睡一觉 因为我太累了 去 你们是没有见到当年 如荫拿新闻奖时候 那一切风化的样子 笑得那样温柔的如荫 曾经意气风发的如荫 女儿优秀 丈夫成功 生活美满的如荫 就这么决决地离开了我们 一句告别的话都不说 但生活终归要朝前走 绝被与重逢交错而来 文浩爸爸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您看文浩的钢琴课 要不要暂时间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的 人也知道 你真是 你真是 肖子 你真是 你真是 你们都要 陪温浩练一个小时的钢琴 费用不是问题 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他一定要打出决赛 行吗 我相信你 我相信我 如荫 回来吧 问题解决了 我最近还经常想起 以前咱们来一块 跑万花新闻那时候 那会儿在报社的时候 去咱们的明星期责 你看看你 还是老媒体人的习惯 相信笔和纸 没事 我已经改变了 我已经改变了 你已经改变了 今天就联系了 这件事 想要并非合作 是要做什么 我不是实在在 一性会里找到 一可颜心 有东西要给她 我先生刚才 去公司开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方圆阿姨 文浩 这样吧 文浩 这个交给你吧 就是阿姨之前捡到的 应该是你妈妈的东西 这是太太 一直待在身边的